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帳篷圍起封鎖線 毯子上還放著焚火台 又燒過碳的痕跡 原來帳篷內母女三人 為了取暖 造成液氧化碳中毒 三十歲的羅姓女子 帶著兩名十二歲大的 雙胞胎女兒 到新竹縣兼十鄉露營 但當天入夜後 只有十四度的低溫 拿起焚火台 在帳篷內燒炭取暖 隔天下午 露營區老闆發現 他們還沒起床 驚覺不對勁 一看發現三人昏迷 疑似一氧化碳中毒 而羅姓女子已經明顯死亡 事發就在二十六號早上 新竹縣尖石鄉 繡丸部落這處露營區 現場是半山腰 營區內沒有人看起來空蕩蕩 但這裡被查出 根本沒有合法登記 這次發生我們露營場意外的業者 我們也是在我們的輔導名單裡面 業者電話關機聯繫不上 但營區內因天冷取暖出了人命 相關單位將調查瞭解 一家三口開心出遊 就此天有格 讓家屬難以接受 華人新聞 地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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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 出廣地下午